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畫這個二次函數圖形 首先我們看這二次函數它首相係數大於0 所以它網口一定是向上 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二次函數它跟X軸坐標的焦點在哪裡 它跟X軸的焦點就是Y坐標等於0 那我就令它等於0 我們看這個可以因子分解 因子分解乘11 這是3E 這是戶的正的 所以因子分解乘X軸3 X加1 所以它焦點分別是X等於3 跟什麼呢?跟戶1 所以大概這樣子 好,那我們再把它的頂點找出來 它頂點就是說什麼 因為它左右對稱 所以它頂點的位置 它的X軸坐標位置一定是這兩點的 終點 那就是3加上-1 它除以2 那是等於1 所以的話 它的那個 它的什麼呢? 它的那個Y坐標 就是說它的對稱軸就是X等於1 是它對稱軸 是它對稱軸 好,那你就把X等於1的話 帶進來 就可以得到Y坐標 那你就把它帶進來 就Y X帶1 那就1 1 減掉呢 2 減掉多少呢? 減掉3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? 等於-4 這-5 加1 就在這裡 -4 它的那個什麼呢? 頂點坐標就是1 它跟-4 所以呢 那這樣畫出來就很好看 好,那你這個 它跟 Y左的焦點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標一下 就是說你x帶0 x帶0的話 y座標是-3 所以它跟y座的交點就是多少呢 0跟-3 當然你也可以一個一個帶 不過一個一個帶的話 畫出來的話不會很好看 那這個呢就是什麼 就是二次函數的圖形